第一時間態度很強硬 九月八號昨天他說 基泰你要負全責 要不然你休想在臺北市動任何一案 因為基泰現在臺北市有七個案子 結果第二天 九月八號早上到工地的現場 中午上直播 強調 被就被網友批評說 真不敢相信說我有看錯嗎 講話說我是透過不同方式 對外說明處理的進度 所以東豪就危機處理的公關 蔣萬安這個時候適合去上直播 因為才第二天 這到底不應該上 如果你要上的話馬上改題目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去還講雙層論壇 對不對 因為這一定是事先約好的 光晴的節目 光晴的節目 那一定是事先約蔣萬安要談雙層論壇 對 因為他在上海的時候 受到高規格的接待 我就講蔣萬安是八年後國民黨 就是未來八年的國民黨哨祖 八年後 如果還是賴清德 如果這次是民進黨 賴清德當選 賴清德又連任 想說 條件非常好 可是你事先安排好 講雙層論壇 這個時候你應該要做一件事情 換題目 對 直接講雞太大直出了這個事情 大家在關心的是大直 不會關心你的雙層論壇 腦筋動一下就知道該怎麼做 我當然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關鍵還是回到公文那件事情 七月那份公文出來了 公文那份公文什麼意思 就是我市政府背書嘛 基態說沒問題 我也相信沒問題嘛 我才會告訴大直接的這些居民們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兩個月之後十四秒 直接下去嘛 這是政治責任啊 因為你公文你發了嘛 你不能說你沒有發嘛 沒有沒有我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散後嘛 今天散後是要用什麼資源 市政府的資源 這不對吧 這應該基態負責吧 怎麼會都用市政府的資源 李四川現在找不到基態的總經理啊 基態一下七個機率被凍結 如果基態的實力夠 沒有脫產之餘 沒有落跑之餘 人家早就出來了 我是總經理 專業經理人 我幹嘛要扛這個責任 所以李四川也是副市長 我不幹 我躲啊 我能夠扛這個事情嗎 扛不住啊 你去找 要找一找我背後的老闆呢 總經理一定不是老闆嘛 李四川在商界那麼久 對商界那麼熟悉 當然知道後面是誰嘛 當然不是找佛先免嘛 當然不是找總經理嘛 總經理只是專業經理人嘛 他能決定什麼 只有後面的老闆才有辦法決定基態要怎麼做啦 眼前為了大直 大直基態這些受債戶 一定是先用政府資源 因為你要安置 然後你可能你能夠安置的地點 因為你最後到底是要安置兩百多戶 還是原來那四十幾戶就不知道 可是旁邊的旁邊的房子 大家都會怕啦 基態這家公司他願意給你收拾這個善後嗎 他公司他公司願意嗎 為什麼大家講到建商 往往不會有太好的風評 這次基態的房子垮掉之後呢 後續應該還有很長的時間要處理 台北市怎麼好好處理一下 不過呢這件事情研發出來一個就是政治獻金 我先強調這些都是合法申報 沒有問題都合法 基態捐的政治獻金 捐給王鴻威 第一次捐是在市議員補選的時候 捐了二十萬 市議員選舉去年 然後今年立委補選再捐十萬 這裡面有 民進黨有兩個王敏申跟簡書培 都是十萬 其他都是國民黨 而且我發現他特別愛捐大安區的 可能是在那邊有有建案吧 我猜啦 我猜啦 王鴻威說 他說這個三十萬 我總共收了三十萬 他說這是來自基態政治獻金 是從一位媒體界 從商的前輩捐贈 然後用基態民意捐的 而且他說沒有選民找他成員 所以委員 王鴻威過去 欸 講到政治獻金的時候 只要講到政治獻金 就講說這個有弊案 結果他自己收了基態政治獻金 然後說是別人捐的 這樣子可以嗎 我先講一下王鴻威 先講陳情的部分 他說他沒有收到陳情 那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說 他的確有收到陳情沒處理 所以我覺得沒有收到陳情 然後去苛責他說 對於這件事情 我過去都沒關心過 因為老實講選區是這樣很大 那真的有發生零損 損連事件有可能 但不一定我們真的都知道 那為什麼議員都知道 因為老實講 這個主管單位是 不管是建管書或都發局 所以跟議員陳情是蠻直接的 所以我可能是這狀況 那回到所謂的政治獻金部分 他今天他拿到基態的三十萬 他我覺得他有句話的確說的 我覺得不太妥 因為他是說這個朋友的 用基態的名義 用基態的名義 聽不懂 那老實講 有可能是這種狀況 我知道有可能 一般我們狀況就是說 朋友有可能幫你引劍 說基態建設都認識 那捐贈你一筆政治獻金 有可能實務操作上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他今天這樣講出來之後 當然後續包含 這個吳責任有跳出來講說 他是違反所謂政治獻金法之類的 那王鴻威 今天態度也是很明確 就直接跟吳責任講說 那既然如果你覺得有辦法的話 你要去檢局就是檢局 那我會覺得說王鴻威 對這態度基本上還是一致的 那拿到政治獻金 跟對基態的這樣子一個監督 基本上是沒有絕對關係 因為你看到王鴻威 後來也是監督蠻多 那簡單再回應一下 蔣萬安的事情 就是剛剛有講到 蔣萬安去上那個直播的事情 的確我問了台北市政府 他是事先約好的 而一開始的事先約好 就是要講雙城論壇 一開始的確是這樣子 後來沒錯 後來發生了所謂的 這個基態大直的事情之後 蔣萬安上節目之後 他有改變主題 大部分時間都在講 這些大直的事情 那為什麼有人問說 那你幹嘛去上 那蔣萬安他們認為是說 有一個比較長時段的 可以把這件事情 比較清楚講清楚 也是一個宣傳左右 也是一個對外的 讓大家了解發生什麼事情 那的確後來有什麼 雙城論壇這個 因為光綺姐還是最後 還是要問他原本的主題 所以以時間來說 大家回去看看直播 其實這個直播 其實比例不同 最後我要講一件事情 基態這個是案子 基態我覺得目前 應該不太會跑 除了台北市政府 都要假扣掉之外 另外就是原本基態 這個基地加上 現在零水已經有點塌陷 一定要重建基地 如果他能這兩個合併之後 一向書都簽的時候 他建起來兩個基地合併 他的建幣 我房子被你搞壞了 我還要再去跟你 我還要再跟基態核建 核建以後 基態還可以獲得更高的容積率 沒有 我不是幫基態講 我要幫大家講說 基態他的利益在哪裡 兩個核建之後 建幣率跟容積率拉高 之後他房子可以更高 那我要不要跟基態這個 這個所謂核建或重建 因為我的被送損 如果基態損害賠償的話 會不嚴重 就把他建同一棟 假設基態今天跟基態送損 或講說你跟我核建的話 我給你多幾匹 我再加個車位 那你不跟我核建 我可以維持原本的房子蓋起來 你回到一般人 在面對這條件的時候 他要接受哪一個 那對基態來說 他多建高之後 老實講 這案子他反而賣更多 所以這樣子一個 你知道有點像漏洞 你知道嗎 這樣子漏洞 其實台北市政府 也應該去防治這件事情 但他不會說 搞垮一棟房子 最後還賺更多 這在每個民眾心中想 都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利益的事情 我怕... 那邊